你好 欢迎收看绿色时空 我是李威 目前广西正在开展千万珍贵树种送农家活动 发展珍贵树种是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有效途径 珍贵树种资源稀有 品质出众 价格昂贵 经济价值极高 种植珍贵树种的经济效益是普通树种的几倍 几十倍 甚至是上百倍 那么它的市场前景怎么样呢 走 咱们现在就一起跟随记者来一个实地考察 各位观众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中越边境最大的陆路边茂口岸 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我国的普寨 而距离我们大概不到一百米的地方 那个红色柱子那一边呢就是越南的新兴了 每天通过这个口岸有川流布袭的大货车 他们在运送着一车又一车的货物 那最近他们的车上装的最多的是什么货 一起去看一下咯 距离中越边境分界线不到五十米 就是越南新兴自由贸易区 而另一边就是我国边境最大的边茂口岸 普寨 每天清晨 一辆辆来自越南的车辆穿越国门 鱼贯而入 车上的货物除了印记水果 就是眼下比黄金还要贵的红木 普寨距离广西平祥市十五公里 是中越边境线上最大的边民护士点 在普寨一千多家商铺里超过一半经营红雾家具 商户既有当地人也有越南人 他们或在越南办厂加工 或直接从越南购买半成品 依托边茂口岸的优势 广西平祥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红木家具批发市场 在市场上转了一圈之后 看花了眼的李川决定找个行家帮忙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我们全国最大的红木集散中心 广西平祥这个红木市场了 因为好不容易来这一次 我也想挑一挑属于自己的这个红木的精品 但是作为一个外行 我就总怕挑花了眼 所以今天呢也请到了我们的广西红木家具协会的会长 会长您好 会长好 我就听说这个外行挑红木啊 特别容易挑花了眼 容易不太好挑 是这样吗 是这样 环金之后它这个银色有很多 所以说它这个品种也很多 你想小一纸糖啊 双字幕啊 所以我真正还要是看那个地理名 我一一给你介绍一下 你就可能放心一点 好的 那今天有您我就放心了 好 有经验丰富的广西红木家具协会会长 王宝田陪同 李川心里立刻有了底 他首先来到家具厅 仔细向王会长请教 红木家具的种类工艺 听过前面的介绍 这个越南黄花梨镇纸一拿出来 李川就从颜色上分辨出了不同 与海南黄花梨相比 越南黄花梨看上去颜色较浅 纹理粗细不一 鬼脸比较松散 用手摸 感觉材质发干 油性少 闻起来没有酱香味 只有淡淡的酸味 由于原材料稀缺 导致海南黄花梨价格 水涨船高 价值不菲 那李川看中的这几个小物件 到底卖多少钱呢 你好 问一下 这个小胡多少钱 这里一套是五件的 一万八 这个月黄的 价钱就比较便宜一点 五个是一万八 那这个呢 这个是涨料的 月黄的 这个是三万二 那我问一下 这两个是怎么卖 这比较贵一点 因为是海黄的 这里一套是两万八 听完服务员的报价 李川立刻失去了还价的勇气 赶紧拉着王会长 溜之大吉 看得眼花缭乱 对对对 这两个箱子 我猜一下啊 这个是那个酸汁 这个是泛红的桃木 不是 都不是啊 不是不是 我跟你说啊 这个呢是我们非洲的 非洲 非洲大一紫痰 大一紫痰呢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你看看是全部是黑的是吗 但是你仔细看 它里面有一些银色不一样 那你看它有一点黑金 但是它这个也放了比较久了 已经氧化了 氧化就是你久了 这银色会统一一点 这个是叫大一紫痰 小一紫痰呢 还有什么特点 它银色呢 比这个要淡一点 对 但是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你看这个边上啊 它都是牛毛纹 牛毛纹 这样细细蜜蜜 这是牛毛纹 这就是材质是比较好的了 是是是 因为小一紫痰的石痰九空 什么意思 十根木头 比如说小一紫痰的 九根都是空的 空心 这是大量的做不出多少 所以它这整版这么大的话 就比较贵了 那现在大概这个 大叶子痰和小叶子痰 哪个更贵啊 现在按原料来算的话 现在这个大叶子痰 现在17到18万一吨 小叶痰不一样了 小叶痰像这种材料 最起码有90万 90万 到100万左右 哇 手上 也是为了装饰用 有时候偶尔的话 稳稳 一定香了 对对对 所以这种东西 还是老百姓都买得起 我发现本来以为 我觉得 我自己认识了木头以后 我就可以来买东西 结果发现完全不是这样 认识归认识 但是这个好坏 我还是分不出来 那会长讲了一大堆道理了 我们来验证一下 对于商家来说 这些道理是不是同样适用 你好 问一下 这三串 应该都是这个小叶子痰 对吧 对对对 那哪一串是最贵的 这个算是比较好的 因为它这个层次 你看得出来 它的牛毛纹都是均匀的 很漂亮 满牛毛纹就比较好 这几串 这多少钱要卖的话 这个比这两串的价格都要贵 这般一般 我们卖的话都要到七八百 这种的话都是比较便宜 五六百这样子都可以了 听到这个价格 李川终于决定出手了 他使出刚从王会长那儿 学来的本事 准备为自己收几条满意的手串 来帮我挑选哪串好 适合还是这个吧 这个啊 这个小一点 好 是吧 这些东西呢 一般是姑娘太小 对 想这个的话 这个手粗一点的 对 适合 想这个呢 一般都是 你一体多大一点的 想你这个最适合 就刚好 那会长 我是要回去防止它氧化吗 不用 这个手三就可以了 你随便犯 这小东西没问题的 也不用防水什么的 这个没关系 你水浪泡一下也没关系 这种材料的还比较 你说出净汗啊 怎么样都没问题的 旁边有高人指点 再加上编冒口岸的实惠价格 李川终于可以踏实选购了 王会长告诉李川 购买红木制品 还要看需求 红木都是历经百年的天然木材 大多具有药用功效 经常使用或佩戴 能够缓解许多不适症状 如黄花梨 有降血压降血脂的功效 沉香具有平喘止痛的功效 小叶子痰 有安神助眠的作用 金丝楠木 是醒脑开窍的良药 了解一些红木的功效 才能够挑选出 适合自己的工艺品 再说紫檀 香气比较淡 但好闻优雅 紫檀是高贵的象征 雍容华贵 大气端庄 古时的大家闺秀 或豪门显贵 多选紫檀做衣柜 衣服纳于其间 日久生香 油然享用 妙不可言 只有了解一些红木的作用 才能够挑选出 适合自己的工艺品 这个我喜欢 这个也可以 这两串还行吗 会长 可以 这不错 行 可言就他俩了 大叶子坛党五种红木 被列入 宾威野生动植物 国际贸易公约 一些国家全面停止 原木出口 与红木原材料紧缺 形成强烈反差的 是全部采用损毛结构 环保健康的红木家具 却越来越受到老百姓青睐 如何化解红木原材料 供需矛盾呢 你好 龙主任 我问一下 咱们这棵黄花梨 大概重了有多长时间了 这棵树是1976年重了 到现在已经有38年了 38年 这个是树林算是咱们这儿 这个对小广西 它是最老的一棵黄花梨了 这片生长在石灰岩乱石丛中的 海南黄花梨 是中国林科院热带林业实验中心 1979年从海南尖峰林引进的 30多年过去 这些从石头缝里钻出来的海南黄花梨 已经变成了直径40多里里的大树 并且还繁衍出了大片幼苗 这个小的黄花梨都是这个树的子酸后代 它因为这个树种有一个很优的特点 就是它能够通过它的种子传播 飞子成年 它这个特点对我们这个石墨化治理都非常有用 因为石墨化治理的石山造年 一个难度大的成活力很低 像我们这个石山你看到处都是石头 它这个飞子成年特点中子漏的一个 非常适合它伤长的环境 它能够自己形成一个森林 中国林科院热带林业实验中心 工人们正在将刚发芽的海南黄花梨幼苗 移栽到袋子中 南方石墨化地区绿化问题 是我国林业的一大难题 由于海南黄花梨是豆科植物 不但能够作为治理南方石墨化的主栽树种 还可以加快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进程 李婆婆正在给自家的黄花梨树苗喷药 这几颗海南黄花梨 是林业部门在两年前免费给村民发放的 那时候拿回来的时候 听说林业局是免费发放给村民种的 那时候行中都抢的药 比如说那时候我在登记啊 开始我在登记的时候 这我还没得 行中都抢的药 去种 为了挽救以海南黄花梨为代表的珍稀树种 201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 开展珍稀树种送农家活动 免费送2000万株珍贵树苗给农户 5年共计送出1亿株 让广西人均拥有2株珍稀树种 咱们这种珍稀树种的话 大概要多长时间才能成材啊 像这个江山黄堂 按照我们现代种植的话 它也可以生长顺便快的一个树种 在我们中心里面种30多年 也有30几公分 平均大概一年可以长一公分左右 如果按照我们推算 培养50公分左右的这种 算是大精彩了 都可以要50年左右 因为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做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但是今天听下来 对于这种珍稀的树种来说 可能10年远远不够 可能要30年40年 甚至50年的时间 那也特别辛苦 我们的科研工作者 就一直守在我们田野里头 为我们来做研究做科研 那也希望如果我可能 50年以后再来的话 希望这里漫山遍野 都已经种满了这样珍稀的树种了 珍贵木材价格惊人 其意义不仅限于做木料这一点上 对珍贵树木的保护 也有着延伸的经济意义 村民种植开发 政府发放的树苗 不但使环境得到美化 几十年后 这些珍贵的树木作为资产 留给子孙后代 前人种树 后人成粮 岂不乐哉 当前我国珍贵树种资源总量不足 后备资源严重匮乏 珍贵木材主要依赖进口 大力发展珍贵树种 不仅可以满足社会 对珍贵木材的需要 还是转变林业发展方式 增加优质森林资源储备的战略举措 好 想念解更多的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你也可以通过央视网查询浏览 演藏 是不是 ». 谢谢大家